搜寻引擎龙头 Google现在软硬体通知 宣布会针对企业用户在亚洲地区 推行云端平台服务 预计要在台湾招募高达千人 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真材活动 Google Plus云端服务 民众可以上传照片 云端资料库自动帮忙修图 或是跟朋友打电玩的对战记录和排名 云端也能随时记录 Google提供个人免费伺服器 扩充到15GB 现在又宣布针对企业用户 要在亚洲地区推行Google云端平台 Google云端平台是对所有台湾的企业 或者开发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们都希望更多合作伙伴 价格的竞争力非常的强 有数据显示在各方面都很强烈竞争力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它是很容易导入的 包括台湾董事总经理简利峰 以及云端平台营运总监Daniel Powers 也特地来台 说明云端平台最新运用 Google创意源源不绝 在台湾开出三位数人才需求 成为历年来规模最大劣财行动 我们有三位数的真人 真人部分我们继续在进行 那么以后可能有新的职却出现 依照目前Google在台湾约百位员工算起来 今年真才目标 要在台平规模至少翻倍 除了跨足软体 硬体实力也不容小觑 亮相已经将近两年的Google Glass 确定4月5号正式开卖 第一波开卖数量有限 限定在网路抢购 定价1500元美金 到时可能出现新一波抢购热潮 林宋秋风